45 岁 金中世帝 蓝伟华 出道超过20 载 近年来转战本土剧 演艺生涯可说是在创巅峰 用实力派演技掳获无数观众方心 各方戏约不断 事业成就非凡的他 感情上也密得另一半 与老婆结婚至今8年 共育一双宝贝儿女 爱子心切的他 时不时也会透过网络分享育儿生活 让粉丝们大饱眼福 除了是孩子们眼中永远充满活力的好爸爸 蓝伟华更是永远把爱妻摆在最重要位置 当年 他趁着太太坐月子时 大手笔宠妻的浪漫举动 还成为演艺圈流传的一段佳话 最难能可贵的是 爱乌吉乌的他 对太太与前夫所生的妓女是如己出 用满满的关爱和孩子相处 这份无私的爱也让他稳居粉丝们心中最理想男人宝座 据中时电子报报道 蓝伟华透露 老婆是昔日的国中同学 他非常珍惜这份得来不义的缘分 只要能力所及一定想尽办法给对方最好的 从太太怀孕时那无为不至的照顾就可见一般 不仅在事业最忙碌时 请了一个月的长假 就为了专心陪老婆代产 后来更大手笔买下住家附近店面 好赏老婆 蓝伟华坦言 看到老婆怀胎十月辛苦又煎熬 同时也想方设法的去体贴他 照顾他 为此还砸下存了好久的五十万私房钱 在林口住家附近 顶下一间铜装便送给爱妻 就是希望等老婆坐完月子后 可以不用再看人脸色工作 直接自己当老板娘 如今在提起这段往事 蓝伟华忍不住笑 善于精打细算的他 当初之所以会顶下这间店 其实还有个关键原因 就是透过铜装便的地利之便 把孩子们打扮得漂漂亮亮 宠妻同时也不忘疼爱儿女 看得出来他不仅是位好丈夫 也是个好爸爸 不仅如此 蓝伟华也非常积极和老婆与前夫 所生的妓女打好关系 我们比较走朋友路线 有时候小卓两杯 还会跟他撒娇呢 每次看到身为姐姐的他 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 都让蓝伟华觉得好窝心 两人之间的相处不仅没有隔阂 反而还相当亲近 也祝福一家人的感情越来越好 感谢钟 欣赛 那么高уры 他仍然能够男人的缩手 陈毅 后来试试 后来试试 然后 você会想及时 所以